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後院起火 中共黨魁剛下飛機就被人上眼要 綜合報導 傳蔡奇兼任中央警衛局局長 李克強出事前原局長神秘王 全美示威浪潮 左派和激進穆斯林大結盟 世界正要聲援中國人三退大潮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15日 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後院起火 中共黨魁剛下飛機 就被人上眼要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中共黨魁習近平抵達舊金山 其黨內對手利用美媒報導 大報中方希望習在訪問期間受到皇帝般的待遇 15日 中共黨魁習近平趁機抵達美國舊金山 江澤民 曾慶紅派系背景的《香港01》發表文章 標題是《習近平會晤拜登在即 美媒接習拜會一絲不苟》 文章稱 據熟悉計畫的人士透露 習近平本週訪問加州的每一個環節都經過了精心安排 從其乘坐車輛時看到窗外的景色 以知道它將從哪個角度被拍攝等等 作為眾所周知的江曾派系的大外宣 該網站在中共黨魁習近平出訪美國的關鍵時刻 報導中的內容明顯在給習上眼要 例如 文章引述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報導 明確稱 中方為此次會晤事前請來學生 會晤中國國旗以示支持 為防止抗議活動阻礙訪問 此次會晤地點保密 中方更從加州各地請來學生 會晤國旗 確保視覺效果 還說 習近平方面要求趕在亞太經合組織APAC峰會期間 各國領導人會面前率先會見拜登 且地點應與APAC峰會地點完全分開 來顯得習近平的地位高於其他國家領導人 更安排與美國最有權勢的企業高管進行晚宴 來確保高規格待遇 晚宴中每道菜的價格高達2000美元 文章還大報 請來學生表示支持 不僅是給中共黨魁習近平退去了底庫 而且該黨魁要求率先會見拜登 與美國最有權勢的企業高管會面的急切心態暴露無遺 文章中最關鍵的一段話則是 文章引用了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前亞洲事務主任邱維德的說法 稱中方希望習在訪問期間受到皇帝般的待遇 這無疑是輪源了給了習近平以及耳光 文章還引用美國官員的說法 稱這種幕後努力 表明中共政府對習近平六年來首次訪美可能產生的影響感到焦慮 希望確保此行盛況空前 不過 這僅僅是中共現任黨魁一廂情願的想法 江曾派系這篇文章 再度暴露了其黨內複雜的鬥爭情況 當然也再一次為外界增加了笑料 傳蔡奇兼任中央警衛局局長 李克強出事前原局長神秘王 李克強的趨勢原因引發外界普遍質疑 特別是中央警衛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再度受到外界關注 在官方公布李克強王訓的第二天 就有網民在推特披露中央警衛局的雙重職能 像李克強這種國家級的領導人 退休後由中央警衛局安排貼身警衛 警衛不只負責高官的安保工作 也是安插在高官身邊的眼線 高官的一舉一動都會匯報到中央辦公廳 所有離退休官員的健康信息 也是中央辦公廳掌握著的 這意味著 如果中央點一點頭 你就可能有性命之餘 因為救不救和怎麼救你 不是醫生說了算 就在李克強出事之前 掌管領導人生死大權的中央警衛局發生異常變故 67歲的原局長王紹軍突然病亡 據說 新局長由中辦主任蔡奇兼任 今年3月 中共全國兩會後 新任政治局常委蔡奇接手中央辦公廳 其下轄的中央警衛局長人選一直沒有對外公開 據稱由蔡奇兼任 而上一任局長是中將王紹軍 公開資料顯示 王紹軍於2019年12月退休 蔡奇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一個月後 今年4月底 微信公眾號中井中城發布副稿稱 原中央警衛局長王紹軍病亡 隨後消息又被封殺 有關王紹軍的亡訓 官方為何隱瞞了近3個月 而且其究竟亡於何種原因 中共官方一直沒有對外公布 王紹軍之病亡如同李克強一樣 對外界來說 依然是個謎 全美示威浪潮 左派和激進穆斯林大結盟 上週五 數百人參加了一場名為《衛加沙淹沒曼哈頓》的抗議活動 這些參與者焚燒以色列國旗 並在之後衝進紐約中央車站 舉行了一場喧鬧的反以色列抗議活動 呼籲消滅猶太國家 最終有6人被捕 不僅在紐約 全美各地也不斷地掀起示威浪潮 就在週日 加州舉行亞太經合組織APAC全球貿易高峰會之際 大批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者和反APAC會議 抗議企業利潤的進步派人士結合在一起 在舊金山市中心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 其中一些團體揮舞著馬克思 列寧 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肖像 手持的橫幅上用英文寫著 工人和全世界受壓迫者團結起來 針對這張照片 紐約博主林菲表示 世界上左派是一家 他們以鬥爭壓迫為思維模式 這是一種破壞性的思維 無論他們的目標吹得多麼高尚 一旦選擇以壓迫為思維模式 就會由壓迫變成鬥爭 再由鬥爭演變為革命 就會陷入鬥爭和革命的漩渦 形成一整套的思維模式 林菲指出 極端伊斯蘭和馬教皆存在雙重標準 對內宣揚平等 但實際上卻造成了不平等 獨立評論員曹長青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他對大紀元記者說 這些左派支持哈馬斯 正是因為他們將世界劃分為壓迫者和受壓迫者 兩個對立的二元世界 並通過欺騙手段 將自己呈現為受害者 然而實際上 哈馬斯的行為卻與受害者相悖 而是屬於加害者 與共產黨的做法有相似之處 總體而言 這次抗議活動再次凸顯了極端左派 與激進穆斯林結合的思維模式 並揭示了其對多樣性過度追求可能導致的問題 這些現象不僅體現在國際舞臺上 也在美國國內引發了廣泛關切 引發了關於自由 平等 多樣性和社會穩定的深刻討論 世界政要聲援中國人三腿大潮 2004年11月19日 大紀元發表《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 引發了三腿浪潮 接近已有19年 西方多國政要紛紛發表支持三腿運動 表達對這場壯舉的認可 《九評》深刻剖析了中共的九大基因 揭示了中共統治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且荒謬的一頁 呼籲通過反思這段歷史 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至今已有超過4.2億中國人選擇三腿 遠離中共的邪惡組織 多國政要在不同場合紛紛聲援三腿運動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表示 對抗共產主義的最佳武器是道德 理念和知識 埃沙尼亞共和國前總統阿諾爾德.呂特爾 表達對《九評》研討會的深切關注 歐洲議會前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斯考特先生 在褒獎退黨運動書中指出 退黨運動是一場平和的精神覺醒運動 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希望 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未來的希望 前波蘭總統瓦文薩發表支持信 表示是神讓他支持中國人三退 他深信這個運動沒有什麼能夠阻止得了 沒有人能夠阻止自由和真理的精神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在記者會上 介紹引發退黨大潮的《九評》共產黨 美國國會大廈舉辦《九評》及中國問題研討會 另外 加拿大 澳大利亞等地區的政要 也紛紛發表褒獎令 對三退運動的積極貢獻表示敬意 認為它帶來了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新世界的願景 改善了整個世界的安全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以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按讚 《乾淨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